大家看看我的身后 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这种植物 在农村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你知道像这么常见的一种植物 它呢都有哪些价值吗 其实它的用途有好多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像这种河岸、路旁、荒地 以及像荒山呢 经常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远远的看着呢像芦苇 其实它的名字呢叫五节芒 是河本科、蠻鼠、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生长非常迅速 所以经常在野外我们看到都是一大片 有的时候甚至一整个山头都是 它的杠一根一根长得很高大 结下呢有这种白粉 叶护生、叶片、披根状、线形 叶子的两面就像锋利的小刀一样 所以平时如果看到这种植物 还是要小心一些 不然很容易被割伤 它的高可达2到4米 那它都有什么用途呢 第一呢是它的根部可以做药 中医上也是一种药材 第二 它的叶子可以拿来当种子叶 包种子用 在我娘家 每年的端午节 我们都是采收这个叶子呢 拿来包种子 第三 它的嫩叶子呢还可以拿来喂牛羊 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有养牛 我们就经常上山割这个回来呢喂牛 而且牛还非常喜欢吃这种草 第四 它这个杠呢可以拿来做造子的原料 前几年都有外地的商贩来我们这边 大量的收购这个金杆 外面一层的金皮剥开以后 里面呢就是这个样子了 第五 它这个杆呢还可以拿来制作编织品 可以编篮子 编小鸟等等 记得小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玩的最多的玩具了 现在还有多少人会编这种玩具的 第六 它还可以拿来当钢花使用 放在屋子里头摆设呢也很好看 这个像棉絮一样的就是它的种子了 手摸起来呢绵绵的非常的舒服 一起把它这个棉絮清理干净 像这样子就可以拿来制作哨子了 它做成的哨把非常的好用 第八 还可以用于发电 像欧洲爱尔兰等很多国家 有大面积的种植这个蚌草 就是利用它生长迅速 周期呢又比较短 利用它呢拿来发电 据说一吨的干蚌草 它的发电量就相当于三桶的原油 因为它的叶子经常会割伤人 所以像这种植物在农村 其实也挺让人头疼的 但是了解以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想到它有这么高的经济价值 如果您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的 欢迎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